心情 心情 平安 心情 心情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良开始 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基太前书的第五章 我在第五章的时候我挑选的是第五章的第20节跟21节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他在这里原文在20节原文那个责备 讲的是暴露 或者是在众人面前暴露 让他暴露出这个犯罪 或者是在众人面前指出他这个犯错 或者是在众人面前使他劝醒过来 而那个犯罪的人 那个犯罪是在讲进行事 也就是他正在继续在做 好 正在继续在做 你有没有发现真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都很害怕 甚至可能我们要连讲都不能讲 好 所以过去教会里面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真实的在爱里 一个彼此的信任相信 真的不容易 以现在来说更不容易 我觉得小教会或者小小组 小组可能还容易 但是你真的要在教会里面 哇 整个教会更大 可能就不容易 有一个古圣徒奥古斯丁他曾经这样说 公开伤害公众的罪 在背地里责备是无用的 在背地里责备 所以他讲的意思说 当我在公众面前好像伤害一些人 我就需要在公众面前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当时的教会是非常有权柄的 我觉得这也是跟现在不一样 那 我觉得公众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都看到 都看到双方的对话 而不是私底下听一方的说词 但是真的教会要一个很干净的心 而且弟兄姊妹处理的人 都要一个很干净的心 否则你只要偏一边 很容易你就完全采信他的话 而且相信 而且反过来反对另外一方 使整个教会就分裂了 可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地方 很大的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要常常鼓起勇气来 特别我鼓励你在牧养的人 你是领袖的人 我觉得要鼓励你常常有智慧 去告诉他他哪里错 我们常常都不敢 我们可怕因为这样 我们就破坏了关系 那我觉得反过来 我觉得也鼓励弟兄姊妹们 你对于当领袖在说你的时候 好不好你先有个安静的心 你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的解释 不要着急的说不认识 不要着急的拒绝 这过去我也常常这样做 后来发现其实很可惜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听进 到底李修要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太急的解释 我们太急的去说不是这样子 21节他说 我在神和耶稣基督 并蒙结犬的天使主父女 要遵守这些话 后面是我选这一节的原因 不可纯成见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那个偏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倾向 偏爱或者是一个偏见 不可纯成见 行事不可有偏心 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成见意思是说 我们在没有经过查证之前 我们心里已经有所定案了 在教会里面我发现我们常常是这样 好像还都没有仔细查证 他就已经觉得是这样 就是或者是有时候领袖还没说话 就是我认为你就会这样 哇都很不容易 而那个偏心呢 他讲到就是 比较更多在原文里面讲到 更多是以外貌待人 雅各书那边讲到的 所以或者是对某人就有所偏袒 我觉得这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 在侍奉里面 会不会在你的服事里面 你慢慢开始有一些偏心 有一些成见 我自己常常跟神祷告 主让我在对一些事情上面 帮助我的心 帮助我的心 没有任何的成见 没有任何的想法 真的不容易 可是我常常跟神祷告 帮助我是清新的看这件事情 其实下面那一节二十二节也很重要 他讲到给了按手的礼不可及触 我想各教会在按手上面都有一些规矩 那我在这边特别讲到 按手通常更多的是在一个 一个在指派里面 选立里面 那他在讲到这个不可及触 意思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要慎重的选立 并且查 经过查核 证实他没有什么可责之处 才给他受这个权力 受这个权柄 留意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保守自己清洁 我觉得这都是提醒我们 但是他今天不是我要讲的这个按手的 好所以我今天不多提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更多鼓励在上面所提到的 好 例如说不可纯成见 行事不可有偏心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 好 也许不是责备 可是更多的是帮助他劝醒过来 我就求主来帮助我们 你呢 你愿意 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也愿意当别人在讲你的时候 你有愿意说主帮助我 让我不是先解释 让我先听懂对方要对我说什么 让我先安静下来 求主来帮助你我 奉耶稣的名 Amen 拜拜 拜拜